真的有在練習 或者是至少跟著線上進行的時間啊 會越來越快 你會發現你每一次進行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快可以進入安定的狀態 比較不會像之前就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人每天都還是會不一樣啦 所以我覺得好處是 你可以慢慢覺察到內在 然後慢慢往內觀察到 然後有觀察到自己的內在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些考慎 發現自己有這樣子 然後可以去多認識自己 第三次還是第四次的時候 我有試著讓大家一起練習愛的練習 後來我發現好像有點太快 就是大家都好像還是比較難 所以後來那個練習我就先暫停 所以我又回去 就是後來的這幾次我又 就是每一次在跟大家線上進行的時候 就又幫大家重新建立一些比較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們練習到就是我們觀察外帶的身體 關於柔軟這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你們可以試試看啊 就是把進行練習帶到生活裡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也可以跟進行練習之後也可以跟進行練習一樣的品質 就是把你的專注可以試著帶到你的身體 然後上一次是觀察自己的身體 有沒有僵硬 有沒有僵硬 有沒有緊繃 然後有沒有 有沒有能不能就是更放鬆更柔軟 那上一次那個 威拉有提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當他說 我後來不是說如果你們感覺你的身體很放鬆的時候 可以試著加進感謝這件事嗎 剛好那個議題是這一次我們可以一起練習的 加進不管是感謝不管是愛 就是任何加進任何主題 其實為的就是要你有帶出一個正念 中文講正念啦 可是我覺得正念 我不是太 我覺得正念感覺好有點鬆腳 但他其實英文是mineful 就是你的全身冠注 你的腦筋很很單純 你在想